美日韩军事合作进一步的加深半岛局势紧张 朝鲜的成功试射远程战略巡航导弹 向美日韩发出警告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析 大家好 这里是东东呛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当地时间的10月13号 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 朝鲜在10月12号成功试射了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 公开信息显示 朝鲜这一次发射的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 一共飞行10234秒 最终成功的命中距离20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这么远的射程比很多的战术弹道导弹还要远 即便是放在全世界都是相当先进的了 最近朝鲜频繁的试射各类型的导弹 很明显是借此表达对美韩频繁军演的一种不满 自从尹熙悦上任之后 韩国多次和美国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他的弹道导弹技术对西方的威胁更加致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说 这个弹道导弹在实战情况下应用的很少 你看俄乌冲突爆发已经200多天的时间了 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技术又相当的先进 但是直到最近才开始大量的使用导弹 对乌克兰实施袭击 这正是因为弹道导弹的杀伤力巨大 一旦使用弹道导弹 那么势必会导致局势升级 而此前呢 朝韩双方的多次炮战当中 双方也只动用了这个像炮兵武器 就是因为一旦使用这个导弹的话 那就会导致事态升级的 相比于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杀伤力比较小 所以呢 此前就曾经多次的出现在各种战争和冲突当中 使用这个巡航导弹 它的使用范围很广 另一方面呢 这个巡航导弹其实是很难拦解的 虽然说弹道导弹大多是飞行在大气层之外 而且呢 末端速度是音速的好几倍 但是由于这个弹道导弹 它体积比较大 而且发射的时候要突入大气层之外 所以呢 各国的雷达会迅速的侦测到 而巡航导弹不一样 尤其是这种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 即便是采用亚音速飞行 由于这个 它的飞行高度比较低 而且体积又比较小 受到这个地球曲率影响 其他国家更难探测到 而且呢 巡航导弹相比于这个弹道导弹发射更灵活 成本也更低 如果朝鲜一次性的发射多美 那么显然会对于潜在的敌对国家的这个防空网络 造成很大压力 最后呢 咱就不得不说说朝鲜的这个这个潜艇技术了 虽然朝鲜的还并没有掌握这个核潜艇技术 但是此前 朝鲜就曾经研制过能够发射潜射弹导弹的这个常规潜艇 目前朝鲜最先进的潜射弹道导弹的是 2021年年初阅兵式上曝光的这个北极星5 潜射弹道导弹 而就在上个月的21号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智库北纬38度 根据这个卫星图片分析就表示 说朝鲜正在准备新下水一艘新浦C型弹道导弹潜艇 相比潜射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的尺寸更小 也更适合搭载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潜艇上面 而且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 如果搭载在这个潜艇上 那它的威力是可想而知的 冷战时期 许多国家就曾经发展过大量的巡航导弹潜艇 即便是只能上浮到水面进行发射 一艘随时可能消失在朝鲜外海的巡航导弹潜艇 还是能够让韩国美国和日本惊出一身冷汗来的 一旦朝鲜把这种新型导弹搭载在常规潜艇上 那威力可想而知 不过朝鲜也可能没法完全的发挥出 这个型号导弹的威力 因为朝鲜除了陆迹发射 或者是用军舰的话 潜艇发射之外 缺乏空中发射这种型号导弹的能力 那我们知道这个轰6K之所以强 就是因为它能够搭载我国研制的这个远程巡航导弹 具备强大的防区外打击能力 而美俄的这样什么图95 B52这种老旧轰炸机 也是因为远程巡航导弹的出现而枯木逢春 朝鲜就不行了 目前朝鲜最好的轰炸机 那还是上个世纪我们援助的轰武 朝鲜在航空工业上的发展相当的迟缓 并且不具备研制新型轰炸机的能力 甚至连能够搭载这个型号巡航导弹的 这个双发重型战机都没有 所以朝鲜也只能够采取陆机 或者是海机的发射方式 当然了即便如此 这款导弹仍然能够打破地区局势的平衡 震慑日本和美国等国家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留言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留言